对对对金币辉煌 金币辉煌 可是事实上我这次看到 真的是觉得说他们回来了 好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你不用带吗 不用带 好 众格雷星王起离世界 欢迎各位再对回到今天节目的现场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 刚刚从杜拜载域归国的阿拉伯 应该就是这样讲什么 殿下王子 王族吗 王族 同时也是我们金钟奖的最佳主持人 也就是温世凯 Danny你好 哈喽全音姐好 大家好 我是温世凯 好好好 又等到温世凯回来了 其实每一次我们都在节目上 跟大家来分享这温世凯的旅游 而且你现在出了二十几本书 对不对 二十一本书 二十一本书 那这本应该继续把它多写一点 我也希望 结果你知道很好笑 行片天下这次是他的封面故事 就是杜拜 沙漠中最起立的再生花 有趣的就是说 他一开始只跟我讲说 诶 那世凯哥 你要不要写一个 就一个杜拜专辑 我说 不错啊 就你知道 我这种人就是一写就欲罢不能 然后就写不完 就什么十几页 写到四十几页 就半本书都是我在写 但是我觉得既然写了 然后而且你既然收了这个地方 就有很多的朋友 很想去玩的时候 同时他也很需要一些资讯 是 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温世凯 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他这次去 也没有去很长的时间 但是他真的玩疯了 让我们大家都觉得好羡慕 而且我这次去看到的杜拜 跟老实说跟过往的时候 看到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 俊云姐你也去过杜拜 还有几次吗 我也去过 你觉得杜拜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我以前其实真的就觉得 第一个是帆船饭店是一定要看的嘛 第二个是满地的黄金 就是你到Duty Free的时候 你就看到真的一排一排的黄金 然后所有的东西 其实都是金碧辉煌 就让你觉得富可敌国啦 真的 然后我经常在那个 我自己是没有在杜拜看过说有这些 就是王厨们牵着狮子啊 然后牵着老虎啊 但是那些都是他们的宠物啊 对啊 你看到没有 对 奢华的概念 一般人的概念 就是刚刚说的奢华这两个字 那其实呢 我去了杜拜好多次了 我每一次去杜拜 我所看到其实都不太一样 特别是这一次去 因为这一次去是因为疫情过后以后再去 我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 疫情期间很多的地方 它是停滞不动的 对对 偶尔有几个国家 他们比较有前瞻性 他们是继续在努力的开发 然后呢杜拜是其中一个 我这一次去看到的杜拜 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真正的叫人工智慧 AI 对 一般人想到的就是杜拜的奢华 但是有没有想到说 杜拜的这些奢华是建立在什么的上面 它是因为有了人工智慧 开发了以后 才能让它一个环境 不是那么优良的一个地方 变成了 满地的沙漠 对 还是荒芜一物 还有一个小渔村 对 只有你看到没有 90年而已 整个变成世界的指标 对 而且不单是世界的指标 特别是我这一趟去 我去了一个博物馆 它叫做未来博物馆 我非常的建议大家有机会 一定要去看一看 因为这个博物馆呢 它整个是破除了我 过去对于很多事情的一个想法 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看到没这个的博物馆 它的 它那个造型好美 对 它本身就是一个圆形 而且它是像一个 你远远看你就觉得 特别是晚上看它打灯的时候 你就好像是一个魔戒 可是仔细看的时候 它才告诉你说 它这个其实是眼睛的一个概念 透过这个眼睛看见未来 看见过去的历史 那这边感觉上是有一个手掌 对不对 对 这是另外一边 就是你要掌握你自己的一个未来 还有一件事 上面有非常多的这个阿拉伯文字 它把这个阿拉伯的文字 变成行云流水 而且活化了起来 然后外面只是这个样子 走到里面去以后 因为它是白色的 然后后面会打灯 灯会一直跑 所以你整个觉得那个字 它是一首诗来的 然后就会觉得它一直好像是活的 律动的 在你的整个你看到的空间里面 对 还有一件事 而且你看到的名字叫做未来博物馆 其实你就发现 它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新的科技 非常多 放在里面 对 然后它让你先看到第一件事 但是这个我们的建筑物 它是原型的 如果了解建筑物 你知道说它不简单 第一件事 它没有任何一根柱子 所以你想说 它的建筑的工法 非常的严谨 它现在被誉为全世界最难的一个建筑 然后再一点是最漂亮的一个建筑 第二件事情就是刚刚秀玲姐讲说 因为它是未来博物馆 它设定的是在2071年 2071年透过 好像好莱坞电影 对 透过我们的这个人造卫星的关系 回过头来看现在的一个概念 然后呢 刚刚说很像好莱坞电影 你知道我进去以后的 我一直跟我朋友讲说 我觉得我好像去了环球影城的概念 真的 因为你知道你去环球影城 它最好玩的地方是 它每到一个地方 它就会开始 就是你排队也好 就是坐电地 它都有人在展演 都有人在介绍 它就是一模一样是这样 所以他随时在你的身边 永远有流动的这些表演的艺术 待会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 我们来听听Danny 好好的来告诉我们一下 杜拜其实它为什么 除了本身当然是富可敌国的石油之外 但是他们其实真的非常有心的 来经营自己的家园 让它变成一个最美好的生活环境 我们来听听潘伟博唱的 《华丽进行曲》 马上回来 嗨 Tom 你好 千亿你好 大家好 来黄 好我们待会那个 其实可以听听那个温世凯 你要不要教大家 你这个法杰怎么绑 这很难 这好难 我学了好久 你在家里搞了半天 我就学了 没有我在当场学了很久 因为它有其实好几种不同的方法 这个是一般人的方法 而且呢 它这个头巾呢 它其实很多的功能性在 很大一条对不对 它很大一条 它折成三角形 然后再全面再折一点 然后呢 拉到你的这个旁边以后 还要往里面转 然后再往后拉 然后再往前攀 它这个呢 所以其实你看它绑起来很好看 是因为它有一个厚度 对对对对 那会让你的头巾变得很薄满 所以你不可以绑太紧 第二件事情就是 它这个头巾的一个原因 我问了一下 它说因为太阳的话可以遮 你看到没有 对对对 没错没错 你脖子就不会被晒到 对对对对 那你知道沙漠嘛 太阳很大 可是风沙很大 这时候呢 这个巾呢 你不用绑这么多 它可以用另外一种垂形的 就变成了围巾 我有看过就是 它们现在一般的那个 对 它就把脸给整个 整个的封起来 然后它们有很多不同的颜色 现在这个是最 最近流行的颜色 对对对 可以有印花了 对对 它有很多印花 只是说它 每一个是 以前啦 以前这种红色 大部分是他们工部门的 他们才要用 现在是很多平民百姓都在用 但是有很多 他们还是要求用纯白的 对 但我一直以为 纯白是某一些贵族 或者是某一些公务人员 像王子他们 这出行的时候都摆的 其实没有 他们没有叫做规定 对啊 但是就是看 我觉得一个国家的这种民族性啦 然后尤其是 第一个是我很喜欢阿拉伯文 我觉得阿拉伯文 我们虽然看不懂 那你就觉得它那个感觉上 有点像梵文的那种感觉 是 其实我才说 你一定要去那个蔚来博物馆 对啊 你看到你会爱死了 我跟你说 我就站在那边说 哇 我就一直这样 是观光客多吗 很多很多 很热情 很热情很多 所以完全恢复了 而且现在超流行的 就是像我的装扮 就是观光客去 买他们的传统的服装 像我买了一整套 我买一整套哦 我有看到你在那个 你的脸书上 对对 我买了一整套 连内衣内裤 整套买 才一千块 台币 台币 哦 真的便宜 然后我就穿着 我刚才在想说 他今天会不会穿过来 没有没有 不要 太临时讲了一些 不过刚好我就戴着这个 我就觉得说 这个可以来跟大家介绍 没有没有我是来到这边的时候 我才绑一下 要不然的话在路上 人家会说 哎哪位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就是说 哦 这跟文化有关系 你看我穿那白色的衣服 你知道吗 其实呢 大家都会问说 为什么他们要穿白的 那你也知道 因为热的关系 第二件事 它那个像绸缎似的 是滑的 非常软 非常软 然后它通风 所以呢 那个你在沙漠上很热的时候 它通风 可是到了晚上 你知道那个沙漠天气很冷 晚上对 问他好大 它保暖 它保暖 怎么可能那么薄 因为它那个织法的关系 所以它的密度 也是科技 对 然后没有 它是传统的智慧 老祖宗智慧 再来一点是什么 它那个风沙一吹起来 那个沙子很细 我们那唇绵都会沾的到处都是 它因为是绸缎 所以它整个就滑掉了 所以那个沙就不会沾身 对不对 所以这 这跟传统文化都是有原因 都是有关系 我看一下这上面 有没有那个丹尼的穿传统衣服的照片 有有有 有一张吗 我记得我有看到 这张啊 这张 对对对对 纯白的也蛮好看的 我真的觉得 你看你看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未来博物馆 对它晚上的一个照片 嗯 好美哦 好我们回来继续聊 印象中杜拜是个奢华之都 没错 中国流星王起离世界 欢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 我们的温世凯 就是我们的这个旅游达人 同时也是著名的作家跟主持人 他今天带我们来杜拜玩一下 沙漠中最起立的再生花 为什么用再生花来形容 因为我当时我在想的时候 就是我刚刚说过的时候 我去过杜拜很多次 那我自己也很 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它 你知道在沙漠里面 开一朵花 嗯 这个叫做 我们叫做 呃 等于是奇迹 嗯 可是它会凋谢 嗯 但是它如果一直重新 重复在开呢 就表示它永远不会凋谢 所以它就像再生花一样 嗯 你知道它又不是那种 永生花 永生花是像塑架一样 它就 假的 假的 其实也不是假的 但它就是用一种技术 让它永不凋谢 可是感觉上就硬的 对吧 再生花就是它会一直进花 一直进花 一直进花 跟着时代在做进花 所以我觉得杜拜这个城市 对我来讲 它就是这个样子 我每几年过去 我看到东西都不太一样 而且刚刚说过一件事情 就是说 人工智慧在这一趟里面 看得非常清楚 充分 充分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说 你看到每个 大家都说奢华 刚说嘛 呃 他如果不建筑 他花钱 他才会用很多的 呃 科学家的科技 去打造出 他要的舒适生活圈 嗯 他不像我们本来就这么舒适生活的 对不对 所以他必须要靠这个东西 所以当你用奢华 而且他一再超越 对 你用奢华去贴他标签的话 等于是说 你只看到浮面的地方 嗯 我看到是科技 看到人工智慧 看到未来 嗯 你看到我刚刚讲过说 你看 那他有一个 呃 这里面我特别介绍的一个 大家会吓了一条 你知道全世界最大的 那水上乐园在哪里吗 对对对对 这个嘛 对不对 对 就在我们的杜拜 嗯 你知道他当时是滑水道 有150多条的滑水道 而且超好玩 而且甚至有很多滑水道 根本就是啊 那像太空唱一样 你人一站上去 对不对 那个门 一开以后 整个人就是那个 自由都 咻就跳下去 然后旁边那个水管旁边 全部都是鲨鱼在那边 所以他就可以满足你很多 是鲨鱼 是真的鲨鱼 然后他可以满足你很多的欲望 可是问题来了 哎沙漠耶 水最珍贵对不对 但是他怎么来的呢 对 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他要靠他的人工智慧 如果他没有人工智慧 他就建筑不了 他没有钱去打仗 他很多用海水淡化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 这个波斯湾嘛 阿博湾嘛 对 很多人不知道 他是如何去改变 变成这一些海水 如何进化 变成我们可以喝的水 嗯 好了 从这个观点 我们从这个观点 我们来看一件事 我们现在天天都在说 我们的整个大自然环境 在做气候变化 嗯 你知道很有可能有一天 就会像那个电影里面 所介绍说 可能突然间来个 呃 我们的水都不见了 对 都变沙漠了以后 世界级的风暴 对 所有都摧毁了 等到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再来面对 我们来不及了 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也就是说 他们现在一直不断的 在准备这些 所有的智慧的东西 已经建筑出来的 他们有方舟 他有这种概念在那边嘛 再一点 你看到没有 我这一次去呢 我看到的是 他在2022年的时候 举办呢 就是 世博 世博 对 一般人来讲 很多人都会介绍 世博会 本来是2019嘛 后来一直演 对一直演 疫情嘛 从2021 然后他就开始 到了2022 然后你知道 以前我们参观了 很多的世博 当然当下 你觉得他很棒 可是事后都会被批评 浪费资源 对 你请权力去打造一些证 可是最后都拆掉 都没有用 可是你知道吗 他们决定 他们保留了80% 把80%变成一个新的城市 也就是变成说 他不是一个展示空间 他不是只是用一次的作为 而是永续的发展 没错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我完全可以移一批人来 没错 再造证 是 然后再一点就是说 你就是说 那你们他们什么东西 都做的这么假以外呢 那他们的传统的东西 怎么办 我跟你讲他们非常在乎传统 那我去了这个地方呢 就是他们的一个这个文化中心 我有看到很多人在 对 都是外国的观光客 然后他最棒的一点是什么 他告诉我说 这个叫做understanding 也就是说这个center 他要告诉你说 我们要做交流 他所有的解说员呢 都有学者的身份 可是尽量的是年轻人 还有他的助理 都是当地的年轻人 阿联酋的年轻人 为什么 他要透过这个机会 让外面的人认识游客 因为游客会有很多的问题嘛 大家一定很好奇啊 例如说 他们的那个女孩子 都穿黑色的衣服啊 可是我看电影上面说啊 他们黑色的衣服 到底是怎么样 还有他们男孩子 都可以娶四个老婆 对啊 我听说他们的护照 每个人都长一样 都是护着脸 是不是 好了 那这时候 这个问题 你觉得是文化禁忌 不能讲 他就告诉你 没关系 你进来这个门以后 没有叫做禁忌 你想问什么 我都会回答你 就是你对我们的好奇 我们今天都在这里 一一给你解开 没错 也就是我不再神秘 但是我是希望 你尊重我的传统 对 也让我认识你 你为什么要问 这样的问题 他会反过来问说 那你是来自哪一个国家 那你们国家 面对这样的问题 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解决 所以很多的犀利的问题 一出来以后 他们先解释完 然后再反问之后 对方反而答不出来 卡住了 我没研究 我不知道我家 为什么这样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旅游 最棒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他这个center 就是打破很多 大家把你制定的 一个想法在那边 而且他会告诉你说 我们其实不是靠石油 我们石油只占5%而已 我们真正靠的是 城市发展 还有观光旅游的发展 还有很多的所谓的 还有科技 答对了 就在这边 所以你看到没有 我这一趟去 为什么我会写那么多东西 而且写了很多 跟大家想象中的东西 不太一样 就是我希望让大家看到的是 观察 对 而且他的深度里面 刚刚说过嘛 杜拜都很贵 对不对 我里面特别介绍了 一间饭店 这一间饭店 大家有机会呢 看到这一间饭店 你知道 轩姐猜猜猜看 他一个晚上多少钱 杜拜无论如何 都要两三百美金起跳了 就算 而且他这个金币辉煌 真的不错 而且你看 他是很流行时尚 年轻时尚的风格 对 所以说他的 他是一个主题性 他是音乐主题性 结果他一个晚上 才一千六百块台币 怎么可能 是不是 他的房间 是不是只有一个仓房 不会 你看房间有在这边 很舒服 很舒服 对 而且重点是 他的那个 就是他是一个多元性 他就是要流行 要年轻人 你都会来 他告诉你说 我们不是只欢迎 那个所谓的 有钱人 他会打破所有的框架 我跟你讲 我做了世界顶级的东西 例如说 我有一个世界最高最高的 三百六十度的 这个infinity 就是我们无边际的泳池 无边际的泳池三百六十度 我看到了 我觉得真的在 不小心一踏下去 应该就掉进去了 对 你看到没有 感觉上你看就差一步 而且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他在我们的那个中旅岛 就是世界最大的那个人工岛 中旅岛的正中央 你想过没 以前你要看中旅岛的话 你要搭小飞机才可以 那真的是奢华了 可是这个你不用 你可以上去 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去 然后那个泳池呢 我叫他叫做什么 就是我封面的这张照片 我叫他流行时尚第一排 因为连那个足球金童 西螺啊 他们都要去那边 为什么 因为呢 你想想说 你就是天上人间的概念 然后他卖的是时段 跟卖的是 你是前后排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去 你知道这是一个重点 他打破了说 这个只有有钱人才拥有的 他不是 好的 所以这个Danny刚刚跟我们介绍了一下 也就是说呢 其实现在你我都可以圆这个奢华的梦想 其实并不难 只要你走出这一步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耶 哈喽 Kelly你好 何荣的太太 Kelly 哈喽 何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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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黄吴 然后 那个 还有谁 我看好多 然后大家来听听那个温世凯讲故事哦 然后这一次呢 我觉得就是他的奢华之里面 让好多人都好羡慕 然后我们每天就在看他的脸书 哦今天又播这个 明天又播 吃的也很好 哦这是吃的对 真的哦 而且我跟你讲 我最佩服的这个杜拜 就是刚刚讲 他有点诺亚方舟的概念 他就把你认为全世界最好的东西 例如说美国最好的素食哦 那Fight Guys 他直接把他带到这边来 所以我们就开玩笑说 如果那边没有看到 就表示他还不到全世界最有名 哦就是还不到格 对你只要全世界有名的 像什么Cheese Cake Factory 那边通通都有 对啊 然后呢 你知道连现在最流行的 叫吃那个素食 就是我们叫吃灾 还有一个未来肉 有没有那个风哥 风哥之前有在介绍那个未来肉 我在那边也有在吃 也就是说他什么东西都有 所以你看到他是一个城市 他把全世界的金王他都保留 而且而且在这继续的在研究发展 就是说我们要如何让他变成说 未来万一哪一天发生状况的时候 他不会消失 我老师觉得有个影子挡在你脸上 看不到帅脸 奇怪了 就是会有一个灯光卡住的那个部分 不过没关系啦 就是人帅 然后他自己本身又非常有才 所以我们在等他说不定这本呢 他回去想一想 还有一些东西其实舍弃了还没上啊 对啊 因为我写到欲罢不能 再写一本 对啊 但是我比较喜欢 因为像我这一次喜欢的时候 我写很多是观念性的东西 还有一个探讨性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这跟一般的旅游书不太一样 而且有些杜白是非常适合去 突然间翻转一下 去深入理解一下 还有一个方式也就是说 我们我很喜欢搭阿联球的航空 我们刚刚还在聊 阿联球现在其实真的 我觉得那个第一个是空姐还蛮贴心的 像我有一次做的时候呢 他就帮我自己拿拍立得帮我拍一张照 然后上面我还说你帮我签个名 他帮我签个名 就那一张照片 你就是自己跟可爱的空中小姐 对不对 蛮有意思 对啊 而且你知道吗 他的好处在哪边 也就是说他现在 位置又很舒服 对 而且他是中继站 也是转机最棒的 对 转机最多 对 我们上次好像也是有一次去转机 转哪里我忘了 好 众人的新网红起离世界 欢迎各位再对回到今天 我们的金钟奖广播主持人 也就是温世凯 来到节目中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沙漠中最起离的再生花 也就是杜拜 那么今天温世凯的解释 让大家其实对于杜拜 有另外一个层次的理解 就他其实不是那么表面的奢华 就是不是不是这个虽然有钱 但是肚子里是空的 他其实是满满的智慧 对 而且他想的比我们已经前进太多了 还有一件事 这一次就是刚刚一直在强调 就是所谓的这个帆船饭店 这个已经就是在全世界当初在盖的时候 他设立了一个标杆 而且他都不可以给人家参观 对 七星级 就你除非住到里面 一个晚上好几万块起跳 但是但是他现在开放了 所以你可以 刚刚说过都每个人都可以 所以你可以参加他的导览行程 我就参加了他的导览行程 对 他就直接带我到他的楼上去 顶楼他的总统套房 然后去参观总统套房 然后你就看到你刚刚说 刚好那天没人住 你就说空金的对不对 他很多的东西真的都是镀金的 连我们就特别跑到他的浴室去 他有分男主人的这个king的浴室 女主的queen的浴室 我跟你讲都不太一样 那风格也不太一样 而且呢在边边角角的地方 是不是马桶都是金的 没有他水龙头的地方是金的 那还比不上我们的唐日蓉 我们的唐日蓉也是那个马桶整个全金的 可是这个时候我就发现 其实这跟品味真的有关系 就是美学的品味感 太金太闪太亮的时候 你坐下去就不舒服 所以他就刚好在 让你坐下去很舒服的地方 可是你那个冲屁股的那个水龙头的 那个一拿起来就是金光山山 那就是金的 对 所以很有趣在那边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大家会觉得有钱也挺好的 就是可以体验一把人家这个奢华人生的那一日 对啊 那我觉得其实经验了 那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一定是一定要追求到那个 但你了解一下他其实生活的本质是本来 就是生命就是金字塔了对不对 有的人在顶端 有的人是在中段 我们觉得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真的 而且呢我刚才一直强调说 大家觉得说他是人工假的城市 我不这么认为 我不这么认为的一个原因点是 大家只看到他的 等于是摩登大楼的一个部分 可是你们如果有机会 应该去看看他的一个历史城区 我觉得他也有marked 他很多的历程 对那个旧城区里面 他要保有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 他们的人对于穿传统服装这件事情 是很骄傲的 那对于我们观光客来讲 他是非常欢迎 所以这也才 也因为这样我才会买整套的衣服 然后呢我穿去沙漠 你知道吗 去感受一下他们的一个沙漠风情的时候 到底是热还是冷气骑骆驼 你这辆车太炫了 这个是什么车 我们是参加他的一个叫做Safari 就是沙漠的一个 狩猎 对这个猎杀的一个活动 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可以看到那个沙漠为什么那么迷人 因为他的天空的一个颜色的一个变化 这就是像我们啦 小时候是看那个三毛 还有听那个黄音音的那个歌曲 讲沙漠的时候 你有很多幻想空间 来到这边你就知道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幻想空间 你知道那到了夕阳黄昏下来的时候 是粉红色的天空 这假到不行 这个超美 然后再来一点 你知道他们的做法是 他们来载你 你去参加以后 他就载你 然后开始换另外一台车 就是吉普车 这个吉普车是这辆吗 就是这辆 这辆的头好方 好可爱哦 我们就做这一辆 然后呢他就每一个人他看到其他的人如果穿一般的服装 不像我整套的他就会发一人一条这个毛巾 帮他们绑 然后你就入境随俗了 然后进去的以后 就有FU了 对 有没有看到 你可以看到他整个的活动 然后他在营地里面呢 他还告诉你说 重现说 我们那个以前的人在这边生活 沙漠是怎么回事 然后他的餐点也是吃 沙漠的餐点 我跟讲真的是很棒 重点是 我以前去撒哈拉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哦那个早晚日温差很大 很大 但是他们的那个生活方式 真的就很自然 对 然后就地上挖个坑 所以我才会说 他这件白色的衣服 那个白袍衣服实在是 他的一个老祖宗的一个智慧 有原因点来的 因为你看白天的时候他通风 到了晚上的时候他挡风 这就是一个智慧啊 对啊 而且我还看到你有一些那个market嘛 对不对 就是有一个传统市场 对对你看 这个市场 他就把它重新翻修 翻了以后呢 变成他也告诉你说 好吧那你观光客 你要来买所有的东西 对不对 你到处去的话 很不方便 我干脆帮你集中 对 然后不但集中呢 我的建筑物 我用我的这个传统文化的建筑方式来告诉 我跟你说你去到那边 你会觉得你好像是阿里巴巴的概念 你知道吗 就觉得说 我们进入了阿里巴巴的那个国度 我觉得非常好玩 对啊 而且这种感觉呢 其实真的我就觉得 你知道像就感觉 有这种神话的传说 你觉得你随时走进哪里 就会有一个会飞的毯子 是啊 对不对 他也蛮可爱的 包括他的喝茶的这些器皿 都有 这个对 真的好有意思 但是我好奇的就是 女人们走在路上还是都遮头遮脸吗 不一定 没有了 但是有几件事情你一定要注意 第一件事情毕竟是要尊重人家的文化 就是说你穿的太暴露的话是不行 也就是说你的什么短袖背心啊 对 不要穿热裤啊 对像这些东西是不行的 然后基本上来讲呢 然后他们的人呢 你拍照的时候也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随随便便对着人家去拍这件事情 因为要尊重人家的隐私权 然后去到那一边呢 当然刚刚讲的说 如果说你看到刚好人家是比较有钱的人家族一起出门 那当然就是一个男主人后面跟着他的家庭 你就不要指指点点 因为你的指指点点对他来讲是他的文化 这是我的家庭 你不尊重我 答对了 你不应该是这样 好像是你去看戏的那种概念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 也跟很多的朋友们来讲 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朋友们在拍照的时候 会特别去拍这些 让大家觉得很好奇的东西 那有的时候如果你要拍 可以 你一定要经过对方的同意 像我们要拍这些东西 我们都会特别去经过对方的一个同意 对要先问一下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礼貌 那大家很好奇的 就是说杜拜像这样的一个地方 他到底吃些什么 然后会让大家非常的好奇 然后其实真的 我觉得这个 尤其我看到你市集里面有很多的干果 枣椰 椰枣 椰枣非常的棒 椰枣 对我就觉得五花果超棒的 而且这些东西都很有机有养生 对不对 所以其实待会 你为什么今天没有带个枣给我吃 好 不要骂他 因为他的枣枣就分光了 但我想呢 其实真的你到这个地方以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每一个地方的文化 他可能跟他的气候 对 对不对 然后跟他生长的作物 对 是有绝大的关系 没错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就是说有的时候呢 东西也不要 资料不要背太多 你应该要等于是 对啦 百分之六十的准备 就要留百分之四十的空间 像是这个海绵一样 去那边吸收 然后呢 你才会 吸收到属于你的知识 你的旅游 这件事情很重要 好 我们还有三秒钟进广告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好 Andy 你好 秀妍大牌 诶 秀妍大牌真美吗 真的吗 哈哈哈哈 突然之间 不是一直都是这样 一直都美 从来没有美过 我老太太了 传柔你好 然后冠云 我只有去过杜拜转机 没关系 转机也很棒 有到了以后呢 然后你家自己有机会就进去了 转机的这个特色 好 资讯 对对对 为什么在这里还可以吃北京烤鸭 而且我跟妳讲超好吃的 这家超好吃的 这家在香港已经是很厉害的一家 结果他在那边看 而且你知道吗 他在那个什么楼层高到里面下到 73楼啊 然后呢 他全世界最大的那个摩天人就在他的旁边 所以我们是在 比你还矮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是在那个阳台那边吃饭 他就在旁边 那真的是很奢华的感觉了 所以你们说呢 其实像做温世凯这种旅游行家 然后到处去玩 是不是真的让人很羡慕呢 不过人家自己本身也要有很多条件 第一个是他要会写 第二是他要会拍 第三是他要够用心 然后其实行情要做很多的准备 而且语言方面的能力要很强 对不对 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基本的啦 那再来一点呢 我觉得回到底就是 也不见得说要把这些框架住自己 那对我们来讲说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 所以我必须要这样子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也要像海绵一样 就是去到任何东西 我有不喜欢吃的东西 但是我必须要尝试 我才会知道说 他的差异性在哪一边 那像你看像上次 宣姐我们不是去越南玩 对 我们玩那个船的时候 别人都不感受 像我们两个的个性就是 走吧 我们两个是跑第一个 对对 不让我去 我死都要上 对 你要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好奇宝宝的一个概念 冒险的一个精神 但还有一件事 我们都很懂得安全性 我们不是只是为了要达到效果 而去做 对 我们很清楚知道说 他的安全性在哪边 而且我们有个责任 就是社会责任 就是我们做出来的东西 是别人大家都可以做的事情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底线 反正呢 就是说 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的朋友 会羡慕有一些 这个部落格的这些 就是博主啊 或者是说他们这些 就是非常有名的网红网美啊 那其实每一个人 都有不同的努力的方向 所以但是呢 老实说这个有的时候 也要靠一些机缘啦 就是刚好 像博士凯经营了这么多年 他得到成功是理所当然的 那也许你开始的时候 你会觉得有点急 不要急 就是慢慢累积 尤其是你如果还年轻 你真的有时间去 这么大的世界 等着你去探索 真的世界好大 然后我觉得说 你不要太局限 就是说你的眼界 就在小小的 不要卡住 对 对不对 出门就是要卡 我们随时都会 都有机会啦 尤其是现在你看我们 台湾其实是一个 非常好的环境 你说走就走 有很多地方是不需要签证啊 不需要啊 待会儿也帮我们分享一下 去杜拜的这个资讯啊 中国雷星王起离世界 欢迎各位对对 回到今天我们温世凯 带来的杜拜沙漠中 最起离的再生花 然后讲了就是大家都很想去了 但我还是要仔细的 就是跟这个温世凯问一下 去杜拜难吗 第一个是签证 第二个是飞机 第三个是就是说 他的费用高不高 然后他的行程很长 然后有没有困难度等等 OK好 第一个我们讲说 去杜拜这个国家 他必须要签证的 但是呢 签证的 必须承认不便宜 所以很多如果你是跟团玩的话 他们都会包在里面 情侣行社代办 对 情侣行社代办 他会包在里面 如果你是自由行的话 那你就要自己去处理 但是如果你是转机的话 那我非常推荐转机 是因为从台湾搭阿联酋 飞到杜拜转机 第一个 你看我们现在搭的是777 但是从这个夏天7月以后 他是A380回来 全世界最豪华的 真舒服 连那个经济上就超最无敌舒服 所以我会推荐说你去 然后建议大家 你去的时候 一定要在杜拜转机 停留两天的时间 因为你如果停留两天的话 阿联酋这边 他会协助你 帮你做落地签 方便非常多 然后呢 他甚至还会提 他有不同的方案 甚至还会提供你住宿 所以你等于赚到了 提供住宿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你要懂得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去到了这个杜拜来玩 大概从台湾飞过 是9个小时的一个时间 那杜拜跟台湾的这个时差 大概是4个小时的一个状况 他们用的钱叫做迪拉姆 迪拉姆跟台币来讲的话 应该是大概是8.5左右比1啦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简单的 有这个概念 再来一件事情 他的物价高吗 他的物价确实在 因为有很多东西都是进口的 对但是也不要忘了 因为他标榜一件事情 就是全世界的东西我都要 我希望全世界的顶级的精品都来买的时候 我这边很多时候会比较便宜 那我有好几次去的时候是碰到 刚好他们打折的时间 我给你讲那超级超级便宜在这边 所以这个时间点我很难去跟你讲 要看你的假期时间跟状况 但是你要这个心理准备 第二件事情刚刚有介绍过说 像他的饭店他有很多不同的等级 当然要超五星级超七星级六星级 他也有 你要住我那一千多块 而且在市中心哦 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 然后他们有他们的电车 他们有他们的电车也可以坐 那交通上面来讲也很方便 如果你要那个Uber的话也OK 然后他也要他自己的所谓的这个 他们的对他们的App 你也可以去下载 就看你怎么去玩它 那再来一点就是说 究竟我要自由行还是我要跟团 我觉得各有优缺点 那我自己来讲的话 以我我觉得说 因为我喜欢花一点时间 例如说我就喜欢去沙漠玩 甚至在那边沙漠住一个晚上 两天一夜 所以我要自由行我会方便一点 第二件事情 我去的蔚来博物馆这种地方 我一定要待一整天的啊 但我就说嘛 如果说温世凯今天跟大家讲说 你只转机就走就太不划算了 这么难得的来到杜拜 然后这个政府又这么希望你进去 对啊对啊 所以就进去吧 而且你知道他的机场多好买吗 机场又好吃又好买 而且我必须要介绍一下就是说 你知道我这一次搭这个阿联酋的时候 我吃的这个大家仔细看 我这个行片天下里面的介绍的这个 其实介绍是很特殊叫做素食 通常在其他的这个餐也尚会有 但是就是很简单的素食 没错 但这个不得了了 不得了 你看起来就像米其林的概念一样 感觉上上面还有松露的样子 而且是确实 他的意大利角真的中间含的就是松露 我一口咬下去非常的惊艳 然后他的那个菌菇那一些东西的质感非常好 后来我一问一下才知道说不得了了 原来刚刚回到我们说的人工智慧 他们早就知道说未来会面临到土壤水土的问题 还有植物成长背景的关系 所以他干脆做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水耕的一个 一个这个耕地农场在那边 专门提供这方面的一个蔬菜水果 对以后其实可能真的就是动物肉真的会少一些 而且也减少碳排放嘛 对对对 所以其实吃素食也有健康 而且我觉得 他真的好精致哦 非常精致 而且重点是因为我们长时间飞行 你看我在杜拜已经吃了那么多豪华的东西 所以我决定我回来的回程的话 我要吃素清一清 就我就非常的意外就说哇竟然这么好吃 只是我亚裔不过这一点就是说 如果你要吃素你必须先预先预定 因为他们毕竟等于是并不是 素食不是主流嘛 所以变成说你如果要上的话 你临时告诉他准备他是没有办法的 未来就会变成主流了 现在还是在这个就是观望当中 但我觉得其实今天 沃斯凯呢也就是Danny给大家提供了 非常棒的一些资讯之外 就是告诉你其实杜拜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 而且他在这里还吃北京烤鸭 太可恶了 对对对 你看到没有 我跟你讲 好脆哦 那个感觉上口感 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伤鹅公园在我们的香港 在纽约 它是非常有名的一家店 你看像是叉叉对不对 而且我跟你讲 它的烤鸭厉害到什么程度 你只要点 即便你是一个人 我就看到我隔壁座 它一个人座 它一样不含糊 就到你的面前来 师傅直接帮你片鸭 对 然后呢 我们不是片鸭 我们不是那个鸭皮要沾糖 对对对 它不但沾糖 它还有那个香草在里面 还有各式各样的酱在那边 而且我跟你讲 它的炒饭上面是 是那个松鱼卵啊 哇 你吃到时候 那个鱼卵会在你的嘴巴里面 啪啪啪的一个爆炸的一个感觉 然后那个锅器啊 你可以吃到炒饭有锅器 在国外啊 那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情 尤其是这种大楼 通常都没有明火 但是它竟然这么了不起的 而且它在73楼的高楼上面 然后呢 而且是在阳台 对我们在阳台的露天 然后全世界最高的这个摩天人 就在我们的左手边下面这样子 好吧 我们今天对温斯凯只有羡慕嫉妒恨了 对对 要去看看我们的行片天下 行片天下里面好多的资讯哦 其实我们每一期都有介绍行片天下 然后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主题 但这次的杜拜真的可以让 特别 所有的朋友 你其实可以去旅行社问一问了 因为也许你以前觉得 啊这个不是我的 我能做到的 但听了温斯凯这样讲以后 其实谁都有可能 对小资都ok哦 千万不要用小资这两个字 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力 对好 无论如何 希望你的假期愉快 也特别谢谢Danny 谢谢温斯凯 谢谢 好我们来听听品贯的大富翁 四点数月全主持 没事来哈拉 See you tomorrow 谢谢脸书上的朋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